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击落了三架F-14战机 但是后期的话 幻影面对这个F-14就完全没有这个还手的余力 而且整个的这个战争过程中 F-14是用不死鸟导弹就击落了160架一军的战机 这个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 但是到后期的话 确实像刚才宋老讲的 不死鸟导弹又没了 这个时候F-14的话 它只能用这个麻雀 麻雀AM7麻雀还有这个AM9 响尾蛇 但是这两种导弹 整个这个射程 包括这个可靠性威力上 都比不死鸟差的很多 所以到后期的话 F-14整个战绩就相对少一些 但这个时候 伊朗空军就想了一个办法 还是让F-14升空 就是用这个火候雷达 一旦发现伊拉克战机就照射 然后伊拉克那边 只要发现这边F-14出动了 就马上往回跑 这个就是一个威慑的一个效应 确实是非常非常管用 所以说到后期的话 整个这个滞空权来说的话 伊朗还是占据很大的一部分 就靠了F-14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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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都是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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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